有人砍断了他的四肢 有人为他铺上了柔软的地毯 这只小猫长得漂亮的像个小手伴 他刚出生时就被人恶意地剪断了四肢 耳朵和尾巴 全身上下七处伤口 触目惊心 就连最基本的战力对于他来说都是无比的艰难 他的耳朵和尾巴都被人剪去了一半 四肢上面也没有肉垫 没有爪子 真的不敢想象仅仅两三个月大的他 当时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才熬了过来 现在的他伤口虽然愈合 但是患之疼将会伴随他一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会慢慢地长大 进入猛长期的他 骨骼也许会撑破关节处薄薄的皮肉 他整个长大的过程 将会是一遍又一遍地撕裂和重生 他是不幸的 但又是幸运的 不幸的毛孩子在受尽磨难之后 遇见了那个为他心软的身 被这位善良的爱猫人士收养后 他有了名字叫二花 二花没有爪子走在坚硬的地板上面 会被自己的骨头割得很疼 为了能让二花像其他小猫一样 在家里面肆意地玩耍 收养他的好心人 就把全屋都铺满了柔软的地毯 这样二花就不会因为在玩耍时 磨破自己的双腿了 他的四肢仅仅只剩下了一节骨头 用薄薄的皮包着 即便是最小颗粒的猫砂 对于他那脆弱的皮肤来说 也是一种负担 所以二花有时候会把小鞭尿在地上 收养他的好心人不但没有怪他 还为他买了大包的尿垫 铺满了整个他玩耍的区域 被博主收养后 二花的吃喝拉撒丸 不是在柔软的地毯上面 就是在床上 有了这位善良博主的照顾 二花保留了所有小猫应该有的天性 二花的四肢虽然被剪断 但是在博主的保护下 他能跑能跳能玩 为了能让他看起来 和其他小猫没什么区别 善良的博主为他买了小袜子 和铲脚的绷带 甚至还在联系 帮他做一只 有人弃他于不顾 就有人是探入珍宝 这位善良的博主表示 二花在他心里 比大熊猫还要珍贵 博主给他起名叫二花 也是希望二花经历过 这次风雨之后 能够像花朵一样 二次绽放出他的精彩